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HSS策略来针对 来洗血这种窄槽 我们接下来有洗血的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很窄很窄的这部分曲面 很窄很窄的这一部分这个曲面 如何用这个高速曲面洗来洗血它 好,同样我们在这个位置 单击右键选择HSS 我们的这个高速曲面洗 在这里我们使用的策略呢 就是两曲线之间仿星系 两曲线之间仿星系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啊 我们注意一下它选择这个刀具 与其他的就是说是不同的 首先呢我们先定义一下 定义一下它的一个驱动曲面 也就是说我的备加工曲面 我们选择这个 把这三张面 把这三张面作为我的一个备加工曲面 同样呢我要限定一下它曲面的边界 我要定义一下它的一个上边界 我们在这里可以定义它的 也可以认为就是在这个图形来讲啊 应该是它的一个左侧的边界 把它定义为它的一个左侧的边界 定义它的一个左边界 也可以定义为它的一个上边界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这里选择定义 定义什么呢 定义它的一个下边界 也就是它的可以在这位上来讲 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右面这个边界 确定一下完成我们的选择 可能在这里面的加工的时候呢 与其他的位置不同的呢 与其他策略不同的时候呢 就是说注意选择一下这个刀具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刀具啊 是这种棒糖式洗刀 我们通过这一部分来对它这个内部的清枪 进行这个加工 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一个参数的设置一下 它这个布具大了点 我们给这个点2 给0.2 然后同样链接这个部分呢 我们同样的我给它使用一下 进口进刀方式和出刀方式 那在这里呢 我直接 然后动用这个直接的一种方式 定一下它的一个垂直远弧 进退刀方式相同 我直接的保存并计算 模拟 一个进刀 大家注意一下 一进刀 圆弧的切向了一个进刀 一个出刀 这样呢 就完成了 整个的这个内部清枪的一个加工 这个内部清枪